挖鸡这个行业还能干吗 挖鸡这个行业现在是彻底变天了 我有一个朋友 去年年底买了一台挖鸡 现在要卖 让我帮忙联系 哎呀给气死我了 去年我都让买不让买 非得买 没办法 人家都说跟谁有仇才让谁买挖鸡 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仇人给他说的 去年他给我说过一次 他说我想搞一台小挖鸡 想和我一样搞一台小挖鸡 自己干 可是当时我也没答应他呀 我给他说了 我说现在这个挖鸡市场已经饱和了 再一个你买这个玩意你得有活 你没活肯定不行 是你是看见别人天天干活 别人的活都是常年累月 积下来的老客户 你买这玩意你自己没有活 没有渠道那不行 养不了他 还有一点呢就是他自己根本就不会开 你想他他自己还得养一个司机 给我说现在他养这个司机呢 是一月八千 从三月份到现在 司机的工资都没有挣够 每个月呢 还有几千块钱月供 他现在呢挖鸡贷款 马上面临断供 没法再继续往下养了 天天愁的头都快大了 想着呢把挖机给他处理掉 自己再干个别的 压力呢稍微小一点 哎没法说啊 他这往这一处理又赔掉几个W 我们说呢本来今年过来这个挖机的活就少 挖机太多了呗 今天他喜提明天你喜提 销售公司呢简直就像清库一样 几百台几百台 现在呢挖机价格也降了 好多建筑公司都是自己买设备 就不上外边再租挖机去了 这个活它明显就是越来越少了 对吧兄弟们 挖机有风险 下手需谨慎啊兄弟们 咱可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再去下手 千万别走这哥们的重复路了 你说这多仇人呀 谢谢大家